嗯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然后很多人朋友表示想看说是爱联赛的决赛就是sri的决赛然后因为 半夜所以好多人没有看到然后离子也是第一时间给大家更新 然后这场比赛对峻双王是由威加对阵哪位也是两只最终进军决赛队伍 威加最终在中国内战中打败老干爹然后进阶到了最终的胜者组就是进阶到最终的决赛 然后哪位也是一如既往良好的保持状态胜者组冠军等待威加的迎战让我们来选择是一场双王最后一场这场比赛 呃班匹克画面由于是一场录播所以班匹克画面就在此略过不表 让我们来看下最后的阵容最后阵容方面那位这边是呃蝙蝠以及登帝老司机女王 然后rstyle的w就是波帝然后是他们这个人的新人嗯 迪拉塔应该是然后的飞机然后这边还有一名的队员就是哎蝙蝠说过飞机女王土猫土猫哥然后是那个新人嗯这边是fy的 小鹿以及妖精的剑胜然后战人7的帕克以及DTC的VS还有一个就是羊的暗夜魔王 这样比赛双方还是比较精彩的相信大家很多人已经知道结局 威加最终3比1击败了击败了南威然后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然后也是恭喜他们一下然后在这里离子感觉心情非常舒畅 中国队久违的冠军然后在零叔进行一个活动 然后在本周下单的观众我给大家拿出一把OD的金棒子然后给供大家来抽奖还是老活动呃也是庆祝中国战队拿冠军 只要在本期零叔下单的观众就是周一到周日老活动了周一到周日下单观众及格参加抽奖 获得这次这次金棒子抽奖然后如果你人品不错获得金棒子当然最好如果呃没获得就是可以也可以来离子零叔支持离子一发 然后就中国队拿冠军了同庆一下然后也有好吃零食在等你最近很多信仰不错上架零食 谢谢大家一路既往支持 这边我们来看看上来哪位拿到了一个算是能接受帕克跟登蒂都空到了服 这边中路帕克打女王按理说应该是帕克的优势 帕克这英雄比较好打女王并不是很难因为女王的消耗手段对于帕克来说他的f可以躲独标 然后也可以躲他的吼叫所以说帕克打女王其实两边触手攻击力也都是差不多的 帕克稍低一点低一点攻击力影响不大都是智灵英雄 所以说捕刀方面应该是就是对线帕克是小优的是能压制住女王的 然后大地之灵也是一直在这里来持续的帮助 妖精上一场比赛由于打两场飞机表现非常出色 Navi这场比赛不太敢放飞机了 然后就是他的打架干个流飞机打的非常非常好 这场比赛他不太敢放飞机 所以说自己抢掉了 但是Navi这个新C这个新人说老实话他的飞机打的并不好 他的擅长的是狼人狼人绝活哥在欧洲Navi的狼人是很有名的 基本上放的都能赢 然后表现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边从捕刀方面帕克2-2女王1-2 可以看出来帕克前期的手感是要比女王要好一点的 登地最近表现状态是非常的热 或就是表现还挺出色的 这边蝙蝠由于一击学了火 所以说也是比较敢很自信的往前站 然后有高空视野应该问题不大 他开火以后应该是能无视地形高空视野 还是混的挺舒服的 飞机这边动手蝙蝠 但是蝙蝠有火 肯定还是不太可能能杀的 两边猎丹位置 夜魔能打打野 蝙蝠前击烧野能力并不是很强 所以说蝙蝠应该选择拉一波野 来这里拉一波 50的刚好都拉到 问题不大 蝙蝠过来点一下成功拉出来 把这一波野拉出来 也是一会儿供他自己发育 这边登地已经被打出大罐子 不过战神7讲道理的话 虽然这一届表现还可以 但是对线一直战神7硬伤 由于太长时间没打职业了 在这种高强度对线的情况下 很难打过登地 Miracle这些现役的当打 当打之年的选手 所以说一般 米萨卡这边教练战神7的 前期基本功对拼一般还是不如 其实帕克打女王 肯定是帕克有一定的小优势的 而女王相对来说 就要难打一些 但是这边一看登地就很凶 这边再一个F 土猫过来沉没到帕克 帕克就要死 吃一个仙女之火 女王再A一下 但是帕克F一下 躲掉大罐子 一个吼叫再A一下 还是拿到一圈 登地这边 前期大地之灵 沉沃帮助登地拿到 拿到战神7一选 那这样相对来说 就比较难受了 呃 女王这边有瓶子 也可以过来 而战神7这边 只有挂件 应该是会买点补给 加上队友给的TP 应该是回到线上 啊他没有买补给 还是非常自信 他感觉自己能打出 就是几个兵钱 呃 羊这里补刀是7-0 然后蝙蝠的发育来说 相对来说就要差一些 蝙蝠直接选择去打野了 他感觉这边主宰加VS太凶了 他感觉比较难混 呃 尖胜加VS组合确实是很难受 这边 把瓶子给到登迪身上 登迪再喝一口 问题不大 然后直接马上就要 土猫来中路帮一波 南威这一届比赛中 非常的保护登迪 感觉登迪最近的状态非常好 又有点回归第二春的感觉 这边VS跟小鹿双人开悟 来杀一波飞机 有希望的 夜魔没晚上 但是夜魔已加了沉默 啊他他没加沉默 没加沉默 这边夜魔卖一波 看看自己夜魔前进身板 非常非常好 先杀飞机 乌一感觉也有希望 这边乌一想救一下飞机 但是自己得跑了 哎呀 夜魔刚好 刚好到了晚上 夜魔一个V的节目 效果非常好 直接FY前期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出色 配合VS一波双人游走 成功帮助下路打开了局面 夜魔 这边一下就起飞了 两个出光 然后并且吃到金眼 马上就要快五级了 非常非常舒服 那这样夜魔 经历一下就起飞了 就是 等一下就起来了 接着说刚才问题 登地这边已经有点回归第二春的感觉 最近状态非常非常好 在无论是在欧洲比赛中经常carry 卡尔女王帕克这些英雄用的都是如火纯青 还有他最爱的马格纳斯 打得都不错 让我们觉得 而尼大卫这波最近也是战术很倾斜于根底 基本上都是保护他居多 VS在蹲 问题不大 土猫也不太敢动手 土猫直接选择去拉一波野给女王囤囤矿 蝙蝠烧一波也回到现场 看他有几级了 蝙蝠已经到达四级 囤了一波也轰轰线上 夜魔也是开悟找一波节奏 看有没有希望 给夜魔一个视角 这边夜魔的表现 先手如果能沉默到女王 女王这个位置很危险 沉默到能能沉默到了 威减速帕克跟上技能 一个沉默再接一个沉默直接Boss FY的这个大萨最终 土猫还敢过来了 夜魔夜晚夜魔是很凶的 扛一塔问题不大 羊这一阶的表现可以说是足够证明自己 羊跟妖精是这次VDR独冠的绝对的功臣 看来现在中国战队 从这一次比赛中可以看出来 以老代心是中国 就是以老代心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套路 VDR的成功可以证明 但是这次我真的没想到VDR能走这么远 虽然他们在国内表现很不错 但是真的没想到 他们在少了主力中南东的情况下 选择了战神7这名老将 而且最近他确实是没怎么打过 打过职业比赛这么高强度 所以说这次战神7拿到冠军 让也是圆了他一个梦吧 非常的感人 然后也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 这边巫医藏得很深 准备来击杀一波帕克这波瓶没灌到 我这有点失误 没灌到夜魔TV下来没给帕克灌到瓶 那帕克只能选择运一波瓶 想去控服是比较难的 也没有运瓶 女王虽然前击被击杀一回 但是他的补刀方面24-13 可以说是压了帕克很多 职业玩家的战神7这种老将远离战场 那么多年 正面补不过登地 一点都不丢人 无所谓的 不过从这件比赛中看出战神7的意识 不错 是一个好教练 为什么他打比赛可能操作有一些问题 但是他的一些团战收割意识 还有一些对于装备道具选择的处理上来说 都是很顶尖的 所以说他真的是一名比较好 将来如果是这一次他应该是不会付出 估计就临时当个枪 但是这些表现中可以说再次圆梦 还是一次表现非常好的 当然有些人说 Nono已经在基地瑟瑟发抖 其实这也不会 Nono毕竟很年轻 未来可展望 未来无限美好 其实这一次大型的线下比赛 对于DDCFY这种老将来说 肯定是提升不会很大 但是对于DDCFY邀请这种老将提升不会大 但是对羊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这边叫TNFY开箱位秒朵漂亮 FY这个走位很精彩 这些年轻队员有了线下赛经验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这边女王还是加普刀加点刃 问题不大 也是稳稳的压制住帕克 帕克经济上经济也很差 确实面对女王压力有点大 登地这边34-17 普刀可以说已经完爆战刃期18-8 一倍还多 夜魔前击优越 他们小路跟VS那波开悟双游 直接帮夜魔打开了局面 所以夜魔在前击表现非常的活跃 直接在这配合中端 击杀了女王 我DC这个走位好凶 妖精这边一如既往的继承自己打下自己的风格 想在中路配合人杀一波女王 但是帕克说老实话不太容易能接到沉默 但那一帽子已经感觉到什么 嗅觉很机敏 也是送来夹腿 这边由于夜晚事业很小 这边四人弄手蹲裂 但是其他人也都蹲在旁边 看这一波到底怎么样 女王 土猫直接先手滚 但是飞机这个大扔空了 那这就很难打起来 蝙蝠拉到了VS 看看能不能有希望击杀 应该是VS肯定是死了 很难跑 被登地这波非常激进 直接缩到了后面 非常的激进 然后看到那直接不拎个走 刚刚主要他看到帕克那个走位有点凶 他直接选择不拎个走 估计是窗面来人了 坚生第一波过来反而没打到东西 接着选择继续发育 其实现在你看见着这个黑刀好看吗 效果真的一般 就是妈的直前 黑刀这把黑刀真的是效果 诶 哇 好帅啊 这个黑刀做的 无以限是莆田农庆 英明七月的雪花 青睐妖精之刃 哇 感觉我 好好文雅的一个粉丝 这边帕克接着回到中路补刀 然后问题不大 也是都做弱甲腿 但经济上比女王确实差了一些 因为他前击表 前击被女王压了蛮多刀的 虽然他有有有有一个人头 有一个人头 有一个助攻 双人开户准备来杀一波FY小鹿 夜魔由于在上路已经混到了 就是在下路混到了等级 所以他现在可以积极的去帮助 游走打打野吃吃野 让小鹿来TD等级 小鹿也是马上快要7级 经济方面 对面对面这边也是换巫医来补 但是巫医等级 无论是从等级还是经验上 酱油前击维加打的要主动一些 并且酱油的等级也要比 那位高很多 所以说前击的肯定还是维加优势的 虽然人头领先不打3比4 但是从酱油经济上来说 完爆他们 小鹿跟夜魔都是混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夜魔小鹿现在应该是相位 然后马上就要补合 蝙蝠跳刀第一波 看看蝙蝠这波跳刀 能不能有什么好的作用 还是比较稳定 十分钟跳刀 蝙蝠这位英雄想压制还是比较难的 有烧野能力有青野能力 这边跳刀到手 先拉一波也再说 然后中路能不能配合土猫 他拉到基本上就死了 蝙蝠第一波跳刀还是比较稳的 这波拉到帕克基本上就没了 开火直接拉 土猫接脚沉默 稳稳稳其他的 女王过来直接收割 这波死的无话可说 蝙蝠跳刀第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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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比赛中 只要舍得带雾 这波都没有带雾 由于是夜晚的视野 所以说 只要舍得带雾 说老实话 蝙蝠第一波跳刀 舍带雾的话 都能抓到人的 也是断了中端一波 帕克节奏 并且女王收割 女王精力也非常非常肥 不过妖精的 精力一直全场领跑 他刚才那波并没有太伤 也是马上要狂战狂战斧了 相位快要狂战了 这波激扎飞机 夜蒙过来 那飞机一死直接斩 然后直接开转 转死 自己列出补经济的飞机 结果被剑胜加上夜魔轻松抓死 杨前击的表现 FY跟弟弟 这就是一个滚野球效应 FY跟弟弟c 前期帮他打开了局面 自己他也反补团队 中路 哎哎哎哎哎 这边露人头了 看是怎么杀无一啊 这边VS到后 直接陪到小露一标 两标 哎 直接炸死我 小露输出来真的是蛮高的 蛮肥的 这个小露 前击下落那波双杀 让小露一下经济就起飞了 夜魔也是来这打野黑天嘛 然后 这就是一个联动效应 小露帮夜魔打开了打开了 优势 夜魔直接在中路抓到了女王 并且在上路干掉飞机 然后夜晚表现非常积极 而下路也是让让空给小露补 小露的经济也起来了 所以说前击飞架是一个非常良性 哎 刚说完良性啊 但是帕克还是得死一丝一仨 但是没有队友聚啊 肯定还是要死 小露过来 但是FY这个TP有点大胆 女王一个大 直接受掉了没有魔女主宰比赛 土猫一波肥 土猫一波拿了500块钱 好开心 哎 FY这个事物蛮大的 作为队中的老将 这波不应该 前期完美的表现被终结了 这波TP太自信了 看火看红穴的火猫一点诱惑 所以说他选择了一如既往上 妖精已经狂战斧了 健身前击非常非常费 13分钟狂战 裸狂战 然后后面 一般裸狂战的 后面多 哎这边抓巫衣 巫衣再死掉 阿斯戴尔再死 在优势路 补经济阿斯戴尔一直死 而且骗到两本TP 这里可以走了 我这羊不走吗 我这羊太跳了 我靠 这可以走的 帕克支援过来 捶女王 他队后面有人 那蝙蝠也赶来 双方战打非常激情 这边夜魔感觉浪大了 夜魔被女王直接收割 蝙蝠烧死了 帕克在这里被图黄奖沉默也死 哎这波VTR太低估哪位的 太低估哪位的战斗力了 直接导致自己这两个人全崩 其实可以走了 对面是羊那波慢一波在等帕克过来 但是对面也在等飞机过来 所以说这波三打三前期有飞机有一个十几将近十几九几多 刚才可能快十几的飞机 一波输出打得非常足 然后加上女王灵活收割 最终这波团战他们先动手无一 杀死了无一 交了两个 交了自己二哥三哥 其实挺亏的 女王也是要做吹风 对面沉默比较多 帕克的沉默加上 加上夜魔沉默 所以说他先走吹风是问题不大的 很正确的选择 帕克再次回到中路 普境界 帕克跳刀遥遥无期 所以前期 基本还是得靠夜魔来带动场上节奏了 他这个跳刀 比较慢了 这边来杀女王 但女王加速服不太好动手 已经看到女王的加速服 吹风也看到了 沉默也没什么用 先手威 女王开始加速服 吹几剑声 直接跑 毫无办法 加速服女王 还是难抓的 等VS来 是不是可能会好点 这波飞机直接叫大清明 然后开始推中塔 维加前期 由于FI的一次拖大 然后加上下路 杨恩的一次私信 然后直接把前击优势 基本都送了出来 小路这边也被 直接被击杀 各种技能100 小路还是死掉 大帝之灵 拿到这个 连续拿到几个人头 大帝之灵 经济一下就 得到很大的提升 而帕克经济 由于前期死了两回 死了 死了不是两回了 死了很多回 所以说自己经济 也很很吃解 今天基本上算是倒数 也是打广告 连续为零书地址 例子说的 和我的看法 今天拿出一个金棒子 来供大家抽奖用 然后也欢迎大家能来看看 嗯 毕竟中国战队夺冠了嘛 也是支持支持中国战队一发 拿出一个金棒子 好了 这边三人开悟 也是谢谢大家 一路既然支持 女王直接选择blink 走 问题不大 这边选择偷盾 还是盾应该是开悟过来偷的 应该是难为没什么感觉 应该是能安全偷掉 飞机这边也不算肥 经济 有时候过得去 上残恐惧 就是夜魔的沉默上上 要上残恐惧 要上残恐惧 确实 他这有一个丢失的miss 就是很强的这个miss 见证之前拿到做盾 但是这样比赛有一个 维加有个利好消息 就是有一个肥到不能再肥的剑声 马上快双刀了你敢信 16分钟清完这波野 应该是马上要双刀到手了 再拉一波 直接清 那次拉不出来吧 咬进这波他想一个清掉 但来得及吗 应该是够 时间够 赶紧跑开 刷了 不错 资源处理得很好 他马上双刀了 我去十几分钟 狂战双刀的剑声 有点败肥 这边那位四人开悟 准备来搞一波 但是帕克波好像看到他们了 已经给点 已经发音二了 应该问题不大 把这个中塔拿掉 无疑收这个塔前 维加一看就 武队就放了 剑声直接狂 就是双刀摇到手 无解肥的剑声 9900块钱 马上十几分钟破万的剑声 非常的顺 摇晶这场在决赛中的几张表现 无论前面的几场飞机 还是这场剑声 都是发挥的 基本算是无可挑剔 虽然有一些瑕疵失误 但是基本上算是下 就是基本上算是问题不大 瞎不掩欲 然后确实 诶这这成语好像用的不太对 非常反正就是打得非常的完美 想拽一个词 结果那没拽好 那又丢人仙牙了 蝙蝠有跳拉 直接拉谁 别人换一手 换到了蝙蝠 蝙蝠没拉到人 要先手没秒 接着一个无敌斩 但是自己的盾 可能会交在这里 无一个大招 女王点到下一半 再一个F 反手打女王 先把女王吹风解掉 能不能Bling走 Bling上来 这边一个大招 推两个 哎呦 登地这一波团战发挥很不错 剑声再过来 能把无一砍死 但是 这边女王 Bling走 还是看到女王位置 怕个一 就是图帽角踢两个 我登地这波疯狂收割 我靠 有点疯狂 这边Bling走 你看看到了羊 B过来 B过来 直接一个F 收割 然后这边由于 他有一个奥数神符 所以说 这波打了蛮多输出的 登地这边 女王打出爆炸输出 输出非常非常高 打了2846点输出 打得非常足 这个输出 而坚城迪克顿交的 无敌斩被分摊了 迪克顿交的 有点草率 最终也不算草率 就是5点斩空了 他们在VTR这波团战 打得 只能说是一般般 在先手秒掉蝙蝠的情况下 并没有能打出 后续的伤害 一套技能全给蝙蝠了 坚城交盾 然后让女王挤进挤出 收割一波 等你这波 请你直接迎头赶上 诶 蝙蝠拉人了 我天 还是杀到了帕克 帕克能走吧 一走 诶 什么鬼 被拉住 一些技能 F 直接烧死了 我还说呢 我还说 一走 直接烧死了 前进 Navi的二三连动 女王跟蝙蝠表现非常出色 然后让自己表 自己 这边换一手夜魔 但是VS这手换有可能是 把自己交进去 无疑一个大招 效果还不错 羊这边 开转 能杀掉土猫吗 两标 FY这输出蛮高的 可以接着追吗 应该不太敢追了 这边夜魔也没死 坚城加一帮加小龙双奶 最终把坚城 就是把夜魔救了回来 Navi这波太激进了 但女王没大 女王包挨力不足 女王也马上就要A帐了 表现一表国家挺肥的 蝙蝠翻不掉 荒野塔 这边Danny空到佛 赶紧跑 你呀 Danny老司机犹豫了一下 见人多有点慌 妈刚吹了一波你 妈就死了 真是妈怒删我脸 刚吹了一波 老司机这两波表现非常出色 结果他就黑了 羊这边也是要往A帐走 夜魔 我已经A帐了吗 我好肥的夜魔啊 一直在刷钱A帐呢 我天 好肥 这夜魔 二十分钟这个装备的夜魔 蛮蛮改的 我靠 这么肥的夜魔吗 下路一大跳 他死了两波 也没拿到人头 刷的还蛮多 扒了死倒 夜魔有了A帐以后 可以控制视野 然后 VDR将迎来自己比较强势的一段时间 再配上一个非常肥的剑胜 虽然 虽然刚才 交了一波盾 但是问题不大 他下一步要做BKB 来预防女王的 其实我感觉BKB的这个并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 蝙蝠跳拉跟女王一招大都是无视BKB的 所以说他这个BKB出的效果一般 我个人感觉 其实可以补个跳 感觉这几波剑胜都有点是砍不到人的感觉 并不是说缺缺一个出出环境还可以 他需要补一个跳打切入 个人感觉会好一点可能 他是直接做 直接做BKB 死人 那位一波 死人开悟 只留个老司机一个人在中路 这边土毛直接滚过来 插个眼睛 怎么能抓一波眼眸 眼眸已经看到了 看到蝙蝠的位置了 FM朦胧枪 然后下一代应该是A帐 或者BKB中选一个 那位眼界没什么成果 果断选择后撤 夜魔的一张视野真的是游戏到晚上 很难被蝙蝠先手到 妖精一万四的经济 我靠真是要吃人 换 接锤 沉默一下 推棒 但是还是被PK一个C直接C死 这一包凭借夜魔的一个视野优势成为抓人 然后并且能不能逼我塔 怕个没大了 我问题应该是不是很大 这包V加节奏 因为他们有作用一个无解肥剑胜 飞机 他经济快是飞机两倍 所以说他根本不是特别慌 飞机里边还是在往自己双刀努力 应该已经好了 难道直接做夜叉 直接奔BKB 做双刀直接可以买了 他应该不是双刀 夜叉直接奔BKB 帕克有跳刀 下来在这应该也是吹风 因为 女王一战好了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女王这包是有双倍的 他可以把一张送过来 现在双方就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刷钱时期了 因为 这时候就需要一些 稳定的发布刷钱这些来解决了 不能一直干 一直干 有时候就会上头 飞机也是在中国风光补经济 现在双方都要进入到一段和平的发布时期了 这段时间就是补一补关键的装备 帕克的吹风 剑胜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强的状态 他们作用狂战剑胜也并不是很虚 刷钱肯定是能刷得过飞机的 所以说哪位就是维加 现在要把节奏放缓 其实这一次中国队虽然拿冠军了 我挺兴奋的 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顶尖队伍没有来 就是像什么新秘密啊新伊地啊 这些队伍都没有来 最近OG的表现只能说是 越来越趋向于四宝一 大M还是就Miracle Miracle还是强 但是其他几个人表现感觉越来越差劲 不知道为什么 越来越滑 这些队伍输多了 我估计将来不一定留得住大M 这边准备抓登地 抓老司机蝙蝠破坡 被先手换 但是帕克跟 哎呦 这一波是技能交失误了 最低一个大招完美 叔叔加女王 哎呀雪崩 健身无敌展被多人分担 能干掉一个无一 但是健身开启BKB 被蝙蝠秒拉 双方现在打了个二换二 蝙蝠死了 二换三还可以 哎呦 其实这一波 V加真是装备领先打赢了 他们第一波失误很大 VS换帕克跳过去沉默的 就这一波沟通有失误 导致帕克沉默空了 蝙蝠第一波 反而让他自己跳走了 这一波真是凭借装备碾压 打赢了 要不他们很难 飞机大招飞机跟女王大招 顺秒夜魔跟VS 幸亏是宝石没掉 宝石要掉了雪崩 宝石掉了真是雪崩 这边再一走 这一的位置有点悬 不过女王是没子愿的 能力不大 应该是想杀还是有困蛋的 女王再控一个赏金人夫 女王在这版本中 也慢慢变得热门起来 其实我过去一直不觉得女 一直不觉得女王弱 女王在上版本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英雄 在这版本突然以前没人用了 我觉得蛮奇怪的 因为这个英雄比较全面 除了有点让人诟病的后期能力不强 剩下对线不错 有爆发 有有AOE输出 而且有一套爆发秒人 就是团队中也是出装比较灵活 团队基本缺什么 就可以补什么 缺AOE可以出 缺AOE可以出A 然后缺缺法系爆发 也可以补大根之类的 缺控制可以扬刀 私人生存 缺物理输出 也可以直接紫园 紫园强袭BKB 也是紫园BKB加强袭 这种后续不MKB 就是很万金油的英雄 上版本冷的有点 就是最初冷的有点莫名其妙 在这版本中有大有抬头趋势 而且这版本帕克也特别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帕克这版本 比较还是跟女王一样 比较百搭 而且打现在一些主流中单英雄 都不是很难 比如OD比如说卡尔 打这些英雄DP 这种帕克都不是很怕 所以说有沉默 有控制 有软控制 跳刀也很灵活 什么叫T两个 帕克能不能C到人 哎呦应该是C不到人 那位有需撤退 最终 但是 维加反投要打入山了 这路山血量并不是很多 掉了一点的继续 血量并不是很少 挺多的 但咱们这边由于有VS减甲 加上一个无解飞 监生打起来非常非常快 监生再次飞盾 监生立个装备 我天 好飞啊 真的飞这个监生 我太飞了 狂战双刀BKB跳刀 哦他还是普雷把跳 他感觉自己最大的问题 还是打不到人 而不是自己输出不够 飞机做完飞机应该是有BKB了 做完BKB 下大件可以 可以蝴蝶 可以大炮 可以MKB 对现在那天 有个炮问我说 为什么现在好多直接上飞机出大炮 效果真的还可以 比金属梦好 这版本金属梦被削了 除非对面有蝴蝶 你可以出MKB 要不如果对面没有蝴蝶的情况下 大炮是完爆MKB的出出的 你毕竟可以试试 有些人你觉得 你妈飞机标配不是金光了吗 你妈出MKB就是傻子 就出大炮就是傻子 那那那个 那大木啊 那天 那天 就是 那些霸气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 就是 出了一个大炮 属于我都没试过 就说人家腿 就是人家装美选择 是什么基本玩 其实你拥有就知道 大炮真的比MKB输出高的 真的比MKB输出高 就除非对面有蝴蝶 有蝴蝶 你肯定还是得出MKB 但没蝴蝶 绝对是大炮输出高的 这我可以用 用自己的 我试过 可以用 可以用离子名胜来承担 当然离子妈被人喷在这 没什么名胜 这边蝴蝠 我 真 跳出来哪家里棒 我靠一波动我 剑手开起MKB 但是被女王一个大招 直接推死 蝴蝠买活 加入一双买活 直接 飞机秒掉了帕克 换一手大哥剑圣 但是VS 要死 这波成溃败趋势了 女王跟面脯的追杀能力很强的 小鹿被冲脸打不住 书桌 无依给个弹 小鹿感觉要死 飞机这边 在持续打叔叔 小鹿肯定是挂了 给个度标 一般死了 女王接着追 妖精估计也跑不了 不是羊也跑不了 吹风直接 剑圣这边 走吧 这剑圣还准备打吗 MVS拿命救的你啊 兄弟啊 我靠 维加这波上头了 直接去对面两个买活 完成一波 飞机三杀 一波收了无数的钱 飞机这波买活 你看一个500 两个500 1000加一个800 这一波把他买活钱全打回来了 他刚才买活之前是2000 不是不是 他没买活 飞机没买活 他刚才2700 这一波打完直接 直接蝴蝶 哎这波上头了 妖精其实应该走的 卖队友的 他死一次很伤的 800多块钱的剑圣 哎死一次非常非常伤的 这波刚才妖精处理不好 他第一条命不应该开BKB的 就要被女王一个大招推死了 第二条命直接被蝙蝠拉 直接秒掉 第一次也迷了 维加这波有有点慌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不能这么大 这么大要送出优势的 飞机的经济已经慢慢赶上来了 节奏一放缓 兼着3700块钱 可以选择做蝴蝶 飞机没进攻棒的 或者自己也不是不是 可以选择做进攻棒 飞机有蝴蝶的 哎呀这小路没必要 太没必要了 那没看懂维加这波 维加这个队伍还是有缺点的 并不是说 这波F1太自信了 怎么能站在这里啊 剑胜大哥都没活呢 你站在这里被蝙蝠直接跳拉 死死掉 什么哪位可以说 把前级列士全都打了回来 现在经济应该快要反超了 飞机只领先5000块 而且飞机这波直接起飞 经济已经赶上剑胜了 16000了 不要刚才能差一辈子 你现在只少3000块钱 能接受3800多块钱 能接受 少个大件吧算是 也不算一个大件 飞机当飞机有蝴蝶了 已经算装备 已经有点小成了 其实我还是比较关心 本周末进行的 ESR1马尼拉联赛 这个大赛真的是 强队基本当今顶尖强队都来了 什么1G啊新秘密啊都来了 所以说我还是挺期待 中国联队发挥的 不过这也是好事开始的第一步 VDR这支一老带新的战队 终于拿到了他们想要的成绩 他们这个队伍真正的新人 其实就是弄弄和羊 其他的都是老人了 一老带新是最合理的 FIDC这队 其实我一直觉得酱油 应该由老人来操刀 为什么 新人打比赛缺的就是一些 团队沟通 团队意识 以及他们的临场判断 这些是酱油应该做的 所以说酱油一定要由老人来操刀 你看VG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VG当时塞拉没来的时候 是CDY打2 大B打1 ROTK打3 三个老人霸占着三大哥的位置 然后俩酱油打 就是打酱油 就是俩新人打酱油 这种新人顺风还行 逆风就特别容易迷茫 你不可能再强队 也不可能打一辈子顺风队了 所以说哪怕是天涯冠军 他也不可能打一辈子顺风队 所以说逆风就翻不过来 酱油容易迷 一迷就容易失误 失误就崩盘 然后现在大B打酱油了 其实大B酱油专业吧 不算太专业 因为他打的太少了 这么多年都是 这么多年都是手拿捕刀斧 资源我吃的形象 突然一样打酱油 但是VG为什么一下感觉 就前一阵要强了 大B他打过carry 他知道一个好酱油应该做什么 他起码有这个意识 环扇直接飞了 基本监生开起BKB 直接斩 我输出还蛮足的 但BD这波输出也很高 建设斩死两个 BD开BKB 刚才最前面 妖精开转 能不能跑一波 但是我感觉妖精还是得死 妖精这波把叔叔打出来 能不能死 往下脚踢 跳刀走 哇 烤妖精这波 锈卵子都锈飞了 把老司机卵子都锈飞了 这波漂亮妖精 你换二 抓了抓了抓了 而且打掉蝙�蝠宝石 假了吗 哎 老司机假了 先生刚才没格子 有格子把宝石搅了 好了 3400块钱 他选择做兵眼 感觉兵眼效果并不会太好啊 为什么选择做兵眼啊 现在飞机的装备已经小成了 刚刚做分斧一波刚在最前面 直接把对面二人都打不好了 他在帝中的装备 这个冰岩选择有问题 我刚刚感觉他MKB或者 蝴蝶都还可以 他为什么选择冰岩啊 冰岩这个道具真是没看懂啊 妖精这包装备选择不太好 冰岩 太中庸了 感觉建设出冰岩 真的太中庸了 不是一个能一锤定音改变局势的装备 他们这个局势现在 虽然建设还是很黑 但是飞机跟女王经纪已经起来了 他这样比赛 你看他出了个冰岩 就证明他正面很难刚过有蝴蝶的飞机 他刚不过飞机就给队友制造不了输出环境 FY就很难打出输出 他们这场比赛FY 帕克基本上经纪已经学崩 所以说FY的输出责任就比较重大 这边帕克做了大根增加爆发 然后选择补林肯 建设球准备补个林肯 防止蝴蝠跳拉的 也可以给大哥套 效果还是可以的 他有经济太穷了 一万块钱 这种派克比较难打 维加现在真没优势 经济上应该领先不算多 两天多 经济一生 经济两天多 然后经验只有1000多 虽说领先不算多 建设虽然是一个无解肥状态 但是飞机现在讲到的也不穷 飞机已经杀刀变态杀戮 妖怪版的杀戮吧 好像是8-2了 就在前级1-2情况下 连打7个人头 连打8个人头 0-2 连打8个人头 最初让自己的经济一下起飞 飞机BKB 分身 蝴蝶 实际上还是2400万元松款 他下一步应该要选择一个 没蝴蝶 情况下 大炮好 大炮好 真的 有些朋友 你都没 为什么说 现在我90挺烦 淡不打神 自己都没试过 就说人家最傻的 职业元首不比你玩这个游戏明白 低估老低估职业元首 他们不傻的 咱们玩游戏 为了玩而开心 赢了爽 输了 他们赢了有钱的 有钱拿的 这老怀疑人家 当然不是说 所有职业玩家都对 但是我就 就单论这一件事来说 飞机出大炮 你出过吗 你没出过就说 你妈这是个傻逼处装 我操你试试就知道了 真的好用 你就跟最早飞机出大云 我也不理解 我说大云效果好吗 最后发现大云效果真的好 为什么 飞机这种英雄 要的是什么 要的其实就是攻击力 为什么圣剑 圣剑是特别切合飞机装备 他的这个散弹 就是高瘦火炮 是能继承攻击力的 百分百的建设 六次 他这个特别硬 只要你有攻击力 什么都厉害 大云为什么好用 大云一个是他主动 不怕对面进战和冲点 你可以给他大云直接对刚 还有一个就是 大云加的攻击力非常高 你可以看看大云加多少攻击力 大云 加很高的攻击力 70点攻击力 你看 你看为什么说 咱大炮加多少 攻击力 咱可以看看 大炮加81点攻击力 并且有暴击 而且很多人迷信 就很多人都迷信金箍棒 金箍棒加多少攻击力 金箍棒只加66点攻击力 而且攻击速度那点 15基本可以忽略不及 用处并不是很大 你可能说这个打云效果厉害 其实真的没有 你想那么厉害的 飞机这英雄 要的就是攻击力 大炮绝对是合理的装备 大云也是 因为这东西加工击力加的高 大云也是 加工击力加的高 飞机能把散射打出来 飞机它其实不像 一减那种持续速度 飞机就是要打一波的 开高手放那一波 必须摁死人 大招 R F 全开 一波摁死人 飞机是个爆发谁 打完那六下 飞机很美的 就这么跟你说 打出六下 蝙蝠跳拉 但是没拉到人 这招可以拉健身吗 他不太敢秒健身 怕别人换一波 这帮 维加 顶着 顶着哪位 强打盾 哪位这帮 赶不开手 这帽子 应该是要放 哪位这帽帽子 是要放 不行啊 今天这装备 打得很快 飞机很合理的装备 大炮 真的 你试试 别 别不是就说 那妈是个傻屌 出转 我操 你这那妈 太黑了 就跟 我没用啊 但是大家都说 不好 一传十 十传百 就完成 最掉 飞机这帮 PKB 被小鹿 飙得有点恶心 现在直接跳转 小鹿 冲点 小鹿打不过飞机吗 还是飙死了 但是小鹿 自己开架血 盾交了 这帮正面打赢了 哎 回头 重新看一下 我光看这帮 这帮团战 这帮团战 先看这波 飞机没大招的 其实这波 打得有点急 南味 对边有盾 牛啊 蝙蝠直接被跳斩 飞机这波被打了很多输出 开PKB 对高 但是夜魔 冲脸 双方 帕克 这刀技能 放得不错 女王 把自己吹风吹起来 避走 眩晕 然后小鹿 在正面 刚死了 飞机 南味没输出 身体想TP 但是被飞 直接打断 然后直接能够 不灵的宝 被沉没 直接死掉 这一波 非常非常转 剑胜 妖精这波跳斩 非常果断 最终完成这波 收割 准备上高地 南味这波 有几个人能买活 蝙蝠飞机 女王都能买 几个买活 应该还是问题不大 应该不会破路 但该买就得买 这波成功的 打了一波零换四 并且还能 B波满 非常非常舒服 所以就是人 最怕 一传十十传百 最怕的就是那样 没用过 但是我听别人说 不行 然后第二个人 也没用过 然后他也听别人说 也不行 这波两个买活 太好推了 不太好推了 他们这波 但是想 他们B两个买活 心满意足 其实我觉得飞机没大了 可以再接着试试 但是他们蝙蝠也没大 真的可以再磨一磨试一试 但毕竟是决赛吧 大赛无名局吗 稳 这种打到这种时候 谁也不想说 天皇山之战 第四场 VTR拿了就是冠军了 所以说 他们肯定心态是 与球本为主的 这个能理解的 FY在拿奶酪 这边FY已经成为了 几方二哥 第二输出 怕了3400多 林肯可以坐上来了 马上就可以坐了 妖精这波跳斩 关键 把飞机打红了 然后小鹿跟上输出 直接把飞机打死在原地 跟小鹿 飞机跟小鹿换命了 飞机刚才那波输出 位置并不是特别好 队友后续技能没有接上 然后后续飞机一个人顶在最前面 然后 上下技能都被对面 就是 上下技能都被对面 女王他们都在后面被隔开了 被帕克一套 帕克跟夜魔 帕克的沉默 加上夜魔的沉默 双沉默 夜魔开BKB 直接把阵营顶开了 阳这波很关键 直接配合帕克 把阵营顶开了 他个3800不买东西吗 林肯可以出来了 他要接着刷钱 他也没着急坐 留点买 也是正常 剑圣 现在装备已然满格 其实后面狂战是可以换的 换个MKB 打飞机比较好用 飞机补了 准备补支配 然后出撒弹 效果也可以 因为这个 他们说出来 这个阵容没什么前排 所以说需要飞机肉一点 飞机现在就是前排 充电输出 把队友避开 给后续的脆皮打输出环境 飞机这波必须得冲小鹿里 小鹿输出太高了 其实刚才那波飞机选择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说是维加的 帕克跟夜魔表现出色 然后直接把后排断了 然后妖精那波跳斩 也是非常果断 可以说维加以自己的魔感 把一弯刚才那波同战 表现都很出色 那波人员起终 准备推一波 推一波塔 女王可以过来 飞机一个人带 其他几个人蹲 有蝙蝠这种绝对先手 看似现在 哪位其实没有那么好打了 但是他们毕竟 有蝙蝠这个不肯定点 蝙蝠绝对是一个能技天的点 蝙蝠的跳拉 在团战有可能改变一场团战局势的 帕克直接选择 跳走 帕克买的什么东西 尖法球吗 我帕克直接转洋刀了 我詹七这边有点输入啊 帕克要被秒 哎呀直接被秒掉 帕克经济好惨 还不是小路高 这边飞机女王都是很飞 女王四千 四千多块钱 他准备补BKB了 刚才先补了个西娃 他感觉 坚持输入有点高 选择没什么问题 这边坚持接着刷 三千九 可以补银月之精 也可以补金光帽 我刚感觉 后期可以把狂战换成金光帽 效果非常非常好 双方都处在一段 算是平稳发育的时期 因为打到这种局势下 谁都不愿意输 所以说肯定是要平稳发育的 这场比赛 羊的表现非常非常出色 继品A仗加BKB的夜魔 今天还不错 作为一个三奥V夜魔 十九级 等级很高 这场比赛打到这个份上 肯定就是针尖对外忙了 双方都是在发育 飞机也是在刷自己的撒弹 风光刷 小鹿现在魔龙枪 要魔龙枪金光帽 我考一仗 这是FY的叔叔 爆炸 只要能有好的环境 FY这个叔叔绝对是爆炸的 天猫直接开启了大招 来找一拨人 但是帕克不在 帕克没飞鞋的 帕克还是准备出羊 羊 差不远了 飞机撒弹 已经补出来了 飞机装备也非常非常好 2万3 妖精2万8近 但妖精 他已经羊刀已经好了 把尖刺球拆了 直接把羊刀买出来 很关键 这波羊刀 可能想跟VS打一波换羊吧 换羊直接秒飞机 或者秒什么秒什么 就是女王这样都可以 打一波换羊 可以 小鹿这个英雄啊 有可能在团战中零输出 也有可能在团战中爆炸输出 这个小鹿装备 并特别稳定 为什么 小鹿这英雄 有环境 他就是爆炸输出 没环境的就是零输出 打不出什么带头输出的 这张比赛 就拿这张比赛来举例的 小鹿一旦被飞机充脸 基本上就是零输出 一旦他能前排顶住 夜魔跟剑胜 还有帕克这几个人 切入战场 直接给他顶住环境了 没有人切他 没有人冲他脸 小鹿叔是爆炸的 所以这张比赛 V加这个阵容 有很多不确定性 就看下一波团战阵型 能不能阵型 谁好 谁好 阵型 谁王道 FY这个装备 虽然非常非常无敌 也做了金箍棒 可以打飞机 效果非常好用 但是 真的是 一波团的事 谁输就是 被一波的事 打到这个份上 真的是 谁都不愿放弃的 鼠标刚飘了 一波大 离子最近也好 先不直播了 今天也是打算直播一下 然后给大家 把这个 系列赛看完 先从第四场再看 咱们一场场看 到时候 这些视频 我又会录出来给大家 然后 放到空间里面 放到游户空间里面 有喜欢看的玩家 还可以点击一下 因为好多人 最近是半夜比赛 好多人没时间看的 说周一嘛 要上班 好多上班 所以说非常精彩 一场比赛 也是打的双方 都打出了高水准 还是攻血 VGR 然后所以 离子忍心 忍痛 然后从零食屋参加 就是开一个抽奖 然后直接在本周下单 因为 毕竟还是要成本的 这个奖品比较贵 所以说 还是在本周 在零食屋下单的观众 才能参加这次抽奖 然后也是普天同庆吧 就算中不了奖 也可以吃点好吃的 谢谢大家 一出既往支持 双方都比较谨慎 因为飞机的装备 也是慢慢的成型 然后坚胜 坚胜打到后期 团战输出 确实比飞机 是要差不少的 这一波 咱们主动出击 凭借一张夜魔的视野 主动选择打一波 把视角拉高一点 然后可以看这波怎么样 大鹅秒羊 能秒女王吗 坚持直接斩 但是被很多人分摊 女王开启了BKB 大招物 天一波打得不错 女王还没有死 夜魔还在追呢 女王能接着blink 这一波 感觉 飞机啊 不好打了 妖精也得死 飞机完美输出 一套打到女王上 女王没打死 FY接着跑 看能不能安全撤队 主动途王接着追 一脚踢 能踢到羊吗 哎 没 没有中到羊 那这一波 还算是 血 还接受不了 妈 血亏 肉肉也没了 一套技能 打到女王 实际上没秒掉 女王 跳羊 没秒掉 女王 后续叔叔 没跟上 接着无敌点 被几个人分摊了 斩到别处去了 结果让女王 一波 棋子回生 哎 这波好亏 FY赶紧绕一圈 买本TB 赶紧TB回家 这不会被土豪 踢到吧 真踢到了 我 我靠 这感觉有可能要死啊 打盾 女王过来 小鹿还想抵抗一下 但是完全抵抗不了 小鹿这边 哎 还补俩刀 真是猛 FY赶紧绕 都帮不俩 我以为一趟俩刀满魂 小鹿被兔踢到了 土豪精准追击 我说蝙蝠直接选择开悟 蝙蝠还有大的 刚才那波没交大 飞机带盾 直接远的TB回代线 无一过来直接带一带 哎 这波飞机直接飞起来了 四千五四了 马上经济非常非常好 无一也是 无一离自己 一站不远了呀 这波V加打得好伤啊 感觉这波 难为有可能有翻版点了 飞机一波起飞 实际上还有格子可以更新 监生现在是 完全是没格子更新了 买了个音乐之精 但是他现在没有什么装备 更新的余地了 飞机现在经济还是能 持续往上更的 而且飞机现在经济 已经不输监生了 五千多了 打完这两个五千多了 无一的A仗也是 三千二百块钱 已经可以做出来了 无一的A仗 土豪大勋章 我这一波 感觉蛮致命的 无一最终还是憋出了一张 无一这个A仗 在团战中有很多不确定性了 无一已经A了 好了 土豪大勋章 无一A仗 土豪分成加大勋章 然后A仗 这边酱油 现在装备就比较寒酸 DC只有没可能加一太 刚才小鹿被冲脸 真是打不出叔叔 没办法被飞机冲脸了 他们全部叔叔都打到女王身上 女王还没秒掉 一样没秒掉 让女王放出了冰甲BKB 以及他的大招F一套爆发 直接秒掉了 秒掉了VS 等人 秒掉VS和帕克 然后后续的团战就没法打了 女王这波老司机 起死回收 我以为他刚才养 当然刚才养到女王 直接能秒了 这一波团战 马上就不一样了 我飞机更胜剑了 我屌大天 简直更胜剑了 飞机要尖盾一波流 一波带你走了 哎呦 这一波飞机好凶 看幻阳有没有奇迹了 VS三期换 很远 再试吧 范围 再换 秒阳 稳 能不能打死飞机 飞机把散烂给点了 哎 这波飞机收入好大呀 开BQB 反打 圣剑 还是帮出 还蛮爆炸的 但是小鹿这个输入环境 太完美了 这一波飞机没办法 救一下 哎呀 飞机你看这时候有散烂 局是绝对不一样 飞机把散烂给开了 这能不能是在搞笑吗 我靠 吸肯定吸不回来啊 圣剑掉了 羊赶紧捡 跳到扔地上 把散烂对剑扔地上 这让鸟 FY在手下 手下的散烂对剑 哎呀 这波飞机失误太大了 他刚才那波 如果不是刚才那块 撒旦开过了 他刚才在这里说 他开启撒旦 应该能吸回来 我感觉 他刚 他刚才把高速火炮 也给摁了 我没注意 再来看一下 他飞机那波死了 看下飞机那波死了 什么鬼 飞机被刚才被换羊 全力加固 这才破 他开炸弹 啊 高速火炮 按了 我靠 他起来没高速火炮 没高速火炮 没炸弹 我擦 雪崩 你妈情地啊 真是情地 这一波 太情地了 这波太情地了 飞机这一波没圣剑 太伤了 经济直接从 经济直接从 第一 第二 落后到了 直接变成两万 经济比小鹿都零件不了 哎呀 飞机太情 有撒旦高火炮都摁了 他都开了 就没吸回来 直接被一套团控打到死 其实他刚才不坚决 你要真想救自己这道命 直接BKB都开了 BKB高热火炮 撒旦一块开 没准能吸回来 那个盾不一定掉的 哎 飞机这波失误太大了 新人真的有失误 这波飞机太轻易了 飞机这波真是情意 情意到死 太轻易了 高热火炮跟撒旦都开了 起来就一个BKB 就圣剑 打不到人 雪崩 登地这波BKB是bug 他应该是没燕火 BKB还在死 没燕火 这波没圣剑了 他肩上背圣剑了 这一盒 他 换过来 秒杨 BK 哎呀 撒旦开起来 但是打不过 啊 这波 反正这波速度爆炸了 一表五 我岂 直接表 十一这个大招 效果非常非常好 哎 这波直接拿下了 这波直接拿下了 监睁马上就要有了 下一个老板 已经退上了 直接直接开路了 直接无敌斩 女王感觉要死 哎 圣剑 监睁已经感觉有点凶殇 直接开转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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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兄弟 我靠 接着好 刚强 哎 这肯定接着是那样跳啊 啊 一个F 哎呦呗 F刚好CB好好行掉 表情这波 圣剑没掉 不过还有鬼家也忘了 可以接着插 插完以后可以接着推中 我已经被拿了 上路了 飞机没生电了 带不动兵线了 飞机也没钱买了 哎 超音了 超音了基本就结束了 超兵啊 守不住了 超级视频 天辉中海 正受到决击 天辉中海 以后被摧毁 这边先生第一时间秒超走 还不错啊 他没有打的比你真活 有了一个大招 先生没大 哎呦 飞机还打得好稳 不浪 真眼的特别 哈哥没买的 他冷静期没买过CG的 哎呦 没关系 第1时间100块钱 我可dc掉两块宝石 他猫爆是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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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那位不愿退 毕竟决局最后一场退了 就证明他们这一届比赛就 就 要被淘汰了 最后他们还想再抵抗一下 但是飞机没的圣剑是连兵剑都带不动啊 维吉亚把香味给了 赶紧给我飞 哎呀 雪崩 带不动啊 维吉亚 超级兵了 维吉亚在等待两大哥的就是两人的复活 直接非常耐心 因为他们离冠军只差一步了 所以说一只手已经拿到了冠军的奖杯 所以说他们最后只需要再稳定一下 军金调整四季等一波满活cd 就可以稳稳拿这样赛 看看满活cd有时候满活状态 飞机能买 剑胜也能买 帕克不能买 夜魔不能买 然后小鹿不能买 他们应该是打色刷人间小鹿补了一个音乐之精 这样的FY其实打的挺好的 小鹿补出了 尤其刚才在圣剑这波杀飞机这波 可以说是 VS的配合帕克幻扬是手工之神 然后小鹿在后排的风光输出 也是 也为维吉亚打开了胜利之门 他们这边在等顿 我打得非常非常的稳 绝对不能去有失误 所以说他们稳稳的想拖死那位 那位打到这个分赞 想逆袭确实是比较难了 就是老老师的等顿 我们几个暴团等顿 反正超级兵 兵也带不过来 等个顿再上 也不能买活的卑卑盾 羊也出了一个 颜文章 让自己的护甲变高 也可以给团队加 这家就是等顿 我打得相当的稳 一波换羊 直接被他们换来了冠军 就是等顿 也顿也马上刷了 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 看没兵线带不动线 飞机这波 他下大掉 看他选择出什么 再补一把圣剑吧 但是我个人感觉 应该是刷不出来 圣剑顿就要刷了 顿刷了 我摇紧又买了把圣剑 双圣剑 非常非常肥 妖精给自己上一道保险 别到时候圣剑掉了 他还有一把圣剑 你办 帕克拿奶 小路拿盾 装备7整 一波退降 他们最后的高地 然后带来线 羊也是选择积血 我还要打打野 非常非常稳健 再等一波买活吧 等羊打一波买活 还差二百多块钱 应该可以二百多 他跟小路二三百块钱 在团战中只要拿到俩重工 基本上就够买 所以说他们应该是 要等准备最后一波了 而且给小路背上盾 帕克拿上奶 帕克也扬刀林肯 基本上肯定不会死 再等VS一波换羊 就可以轻松击上 拿着这套比赛 VS换三级换 施法距离确实太远 维加非常有耐心 打到这个份上肯定不愿输的 别说我10欧地址 然后本周也有参加抽欧地金帽子的活动 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 也是谢谢大家能够来来我店里看 谢谢大家 现在又就要支持 还是不愿放弃啊 这边几人开悟 过来准备找这最后一波 VS有没有先手 换女王 直接换女王就可以秒 换巫医 其实也行 换巫医 换女王 直接秒杨 哎呦 女王直接死了 等你买不活的 结束了 结束了 最终VDR无可争议的表现 VD完全刚不动 圣剑剑剑剑的输出 圣剑剑剑 无敌斩 斩敌巫术 球出个下链 我出了个圣上链 这也可以大家换 探讨一个 剑剑圣剑 无敌斩 斩敌巫术 出个下链 好吧 谢谢大家 就随便一说 这个帘子 也是刀的一个 比较老的一个段子 剑剑圣剑 无敌斩 斩敌巫术 好了 也是最后 给大家来 来互动话题吧 然后也是可以讨论一下 好了 比赛进这里 FI这个头像 还蛮萌的 这个狗 仰望高端玩家 我记得好 好了 比赛坐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紫色水利子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